我们来关注呢 这是IMF的总裁 他说呢 今年2023年恐怕会比2022年呢 更加的这个辛苦 那么主要是来自于美国 欧盟还有中国呢 这三大经济体 其实都是同步趋缓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 他认为说都会陷入衰退 那么其实中国呢 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部分 他发表了新年赫词 也罕见的承认说 三年以来的疫情防控 已经严重的打击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了 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困难 而且呢 他说这也导致了 社会的看法分歧 那么现在有出现了 自发抗疫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要请教吴老师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 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 您会怎么观察 现在在年初的时候 人们不免孰敌 要对全球经济展望 做出一些估计 那么现在看起来 美国欧洲 都有升息 对抗通膨这个压力 但是其实 他们也提到乌克兰战争 但我说其实 中国的影响力会更大 这一次中国经济的收缩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会更大 一个重要原因是 全球景气下修 然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包括韩国台湾 德国日本这些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 都会看到全球景气的收缩 所以冲击是蛮值得关注 那中国的部分很特别 他现在短期内 首先看到一个因素 就是疫情的对策 做了一个大翻转 从原来的极端风控 封城 封区 封楼 封户 就是封那个住户 这样严厉要控制病毒的传染 现在改成全面解封 就是干脆放手 他这个从极端清零封控 延伸出各种刺激的人道灾难 就是原来应该正常看病的 不能正常看病 很多其他症状的因子 有了不幸的发展 所以相当多的那种 为了对抗疫情而产生了 刺激的延伸出来的人道灾难 所以这里习近平也提到 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人民的生活受到打击 会出来抗议 然后他现在发现 经济当然也受到影响 所以他现在转到另一个极端 从那个极端风控转成全面开放 全面开放 他这个逻辑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真正清除病毒的结果 干脆与病毒共存 就是逻辑上转变 那么既然要这样的话 那他就认为他有制度优势 就是快速达到感染的高峰 快速达峰 然后过峰 过了那个高峰 然后希望起到群体免疫效果 那群体免疫效果出来之后 那中国经济 各种经济活动可以回到正常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盘算 追求的方向是这样 那这里面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对内来讲 他要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现在感染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叫做爱国卫生运动 就是希望全社会能够快速的 大部分的人都感染过以后 产生群体免疫效果 那如果你能够赶快感染的话 你其实是在加入这个 伟大的卫生爱国 爱国卫生运动一样 所以他宣传调子变成这样 以前是不准你有感染 你感染的话就集中隔离 现在方畅音乐都拆掉了 不用了 对不对 就是大家赶快感染 赶快感染过之后 产生抗体群体免疫 那这样子的话 短期内中国的经济活动 包括制造运输会受影响 然后消费服务业 这些都会受影响 然后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 供给端会出现紧张 供给的紧张又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过渡时期的话 它会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中国先达到快速达峰过峰 然后随着病毒也向外扩散 其他国家晚一点 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然后到时候会出现一个叫做时间差 就是中国这边已经下来了 其他国家正在往上走 疫情 所以他们的制造活动会转单给台湾 或者中国 就是会有一个所谓转单效应过来 对台湾的业者有利 其他国家的制造运输没有办法正常 他们的一些单子就转来亚洲这边 中国台湾这些都会受到这个转单效应 可是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可能为了提振经济 又推出财政刺激方案 这样的结果会推升总需求 带来通膨的另一股压力 所以结合这两个 就是中国的 这边出现的攻击短缺 跟西方国家提供的财政刺激 又会让我们看到去年下半年的那种 通膨的走高 是大概怎么样的财政刺激 比如说经济不好 比如说我们国内最简单的就是五倍券 对不对 在美国的话可能有很多财政补助 反而是助长的通膨 因为他就是拿券去消费 他要救经济 撑经济 表示我有在做事 执政党的话就会向老百姓说 你看我有在认真做事 结果这个支撑经济的结果 会推高总需求跟通膨 在攻击短缺的情况下 通膨会有压力 这样子的话会让联准会的货币紧缩 可能就不好退 可能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紧缩 这是一个可能衍生的效应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会看到 如果群体免疫的话 中国的经济活动开始逐渐回到正常 最快估计下半年应该可以 快一点的话是第二季 大概第二季说不定快的话 第二季就看到群体免疫效果出来了 慢一点的话下半年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短期内 互出这个过渡时期的痛苦 你看现在的话快速感染 很多年纪大的人就中标了 就是这个发生不幸事件 然后很多尸体的堆积 要浑化要干什么 这个算是过渡时期付出代价 希望早一点达到群体免疫效果 这样子一来的话 快的话下半年就会有经济的反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有风险 问题在于风险是不是可控 短期内先应付疫情 接下来后面还有黄地产的问题要处理 所以在中国经济的话 渴望先把疫情解决 才谈得上缓弹跟复苏 好 不过说到中国的经济 其实分析师预测说 在2022年GDP会放缓到3% 但是习近平他有说 他说国内生产总值是超过120兆人民币 说明他的经济至少增长了4.4% 那么您会怎么看2023年 因为现在首先要看的就是快速达风过风 还是上半年的情况 就是这个短期的疫情的部分到底进展如何 因为快的话说不定他在赶进度 在农历春节前就已经达到高峰 如果他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进度会超前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要到下半年 第三季对不对 快的话我刚刚说第二季 说不定他赶攻的话 说不定农历春节前就达到高峰 那接下来的话就比较容易部署经济的复苏跟反弹 所以完全要看现在疫情的进展 就是说他有风险 他要面对挑战 但是不是可控 就是观察点在这里 所以等到过了这个高峰之后 其实包括他的经济面 以及他可能陆土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会有出现一波反弹的机会 好 不过我们稍后再回来关注的是美中科技战 那么华为的晶片是遭到了美国给断工了 不过公司到底是怎么样有底气 他们认为说今年可以有质量的活下来呢 我们稍后带来了解